本视频由超有钱工作室和优势制作播出 每周一准时高兴 小儿 张小姐 我扶了你一把 你不应该向我道声谢吗 如果不是二先生故意想让我摔倒 我会道谢的 张小姐还想浪费我宝贵的时间吗 小儿啊 南城去的度假山庄 尔先生占一半的骨啊 张小姐是度假山庄建造的负责人 不如坐着我的车一起去吧 我有些问题 想在路上和你交流一下 等到了宫地有的是时间交流 尔先生成大事之人 何必急这一会儿 爸 我们走吧 张小 你已经拒绝我两次了 事不过三 你要是听话点 温顺点 我玩腻了 也就放过你 你越是反抗 反而越勾起我的兴趣 虽然不知道这人目的是什么 但他明显别有用心 二先生 我已经是有福之父了 还欠你自重一点 爸 我和牧尘已经办理了结婚手续 恭喜张总 得到一个成龙快婿啊 二先生 真是让你看笑话了 工事重要 我们走吧 二先生请 张总 定员是嫁给牧尘了 不过 你能让他离婚的话 我不会介意的 我总想知道他到底有多好 而我想要的东西 竟没有得不到的 耳东好成了浩天集团的股东 浩天集团竟然也有被突破的一天 看来我也要想办法 做你的股东才行 这样才能和情敌势均力敌 好啊 你要是有那个能耐 将来就把你手里得到的股份 当成我的聘礼 既然我的老婆大人都开口了 为父旗感不错 等着吧 将来给你的聘礼 保证有浩天集团的股份 我不打扰你了 小心开车 早点回家 我和穆雅呢 等着你回来包饺子 让孟福总来一趟 叫我上来有什么事啊 你都抱得美人归了 怎么还是成天绷着脸啊 该不会是欲求不满吧 浩天集团旗下 最薄弱的产业是什么 安顺运输公司 他们车队管理参差不齐 经常出事过 名声很差 要不是有总部撑着 早就关门大吉了 安顺运输在浩天集团 占的分量虽然不起眼 但却是我们的一个突破口 你安排下去 让牧师的运输队 先做安顺的合伙人 不过目的是成为安顺的新主任 别让张浩天摸进咱们的运输队 该怎么做 你比我清楚 C城目前最高级的青浩大酒店 也是浩天集团的 想办法在那里啃上一口 想侵占浩天集团 就要不断施压 逼他上市 上市了 我们才能收购他的股份 虽然我很高兴 终于可以干场硬仗了 不过你这样做 你家张晓知道的吗 怎么说 都是他的娘家呀 他要是知道 你对浩天集团下手 不会影响你们的感情吗 那是我家小儿想要的聘礼 这该死的突如其来的狗粮 总裁 玉总来了 爹爹 爹爹 妈妈呢 妈妈去工作了 晚上就回了 一段时间不见 木雅不仅个头窜了 脸也胖了不少 叔叔 我们很熟吗 木雅 我可是你干爹呀 你都不记得干爹了 干爹好伤心啊 你没有流泪 就不是伤心 我干女儿真聪明 干爹没有备着礼物 过段时间 你两周岁生日 干爹送你一份大礼 木雅要钱 你要钱做什么 木雅有了钱 可以给爹爹 爹爹就不再 抢木雅的妈妈了 木雅要和妈妈生哥哥 木晨 虽然你和小儿新婚燕儿 但有些话 还是要避开木雅讲的 不要带坏小孩子 大哥你怎么会突然亲自来公司了 我卧在家里相亲两年 让不少人看了笑话 今天走出来 不过是告诉那些人 即便我还坐着轮椅 也一样能管理牧师集团 大哥 你打算重新接管公司了 真的吗 太好了 木晨你别误会 可重新接管牧师 我立马去请许医生 做大哥的特别护理 二十四小时贴身照顾着大哥 我就带着张小去度蜜月 木晨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带着木雅回家去 真是好些没好报 帮你分担一点 马上就想把整个公司丢回给我 别家兄弟为了权力之争 顽目成仇 到了他们这儿 反而都把这总裁之位 当成探索山芋了 能录个大漫画平台 观看后续剧情哦 走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初次相遇 谁突然的心动你的微笑 像个倘家 五星里天天花掉是甜蜜 味道 想和你欢迎试下请我拥抱 心有明昔一个微笑 上天说明中注定爱上你我早知道 酸甜融化里你甜甜的微笑 飞扬的裙脚 是五个替代的美好 时间静止在这一秒 我问你这秒 像棉花藏一样 我问你这秒 从心里一点点都发烧 我爱你全世界都明了 我的世界因你才美好 每次心有离析的微笑 默契正好 幸福要升上世界升高 光源湿起风暴都阻挠 每次转身 你再就好 可笑我与你的爱的符合 啊 这次相遇谁突然的心动你的微笑 像个汤家 心里甜甜花掉是甜蜜味道 想和你华游是家亲吻拥抱 请用你席一个微笑 上天说明中注定爱上你我早知道 酸甜融化里你甜甜的微笑 飞扬的裙脚 是五个地带的美好 时间静止在这一秒 我问你这样 像棉花糖一样 我问你这样 从心里甜甜的分手 我爱你全世界都明了 我的世界因你才美好 每次心有离析的微笑 默契正好 幸福要升穿世界升高 黄远时期风暴到阻挠 每次转身 你在就好 看下我与你的爱的符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